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莫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数组部分内容是比较多的 对吧 前面咱讲过了数组的声明 以及数组的便利 对吧 那数组还有很多内容 因为毕竟这门 就是这个数组这个支点 在咱们以后开发中 会占百分之二三十的代码 对不对 或者是根据不同项目 有可能占三四十的代码 比例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有很多内容需要学习 那这这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数组中已经 不能说数组中 就PP中 在脚本中已经自己声明好的一些变量 也就预先声明好的一些变量 而这些变量是以数组的形式存在的 所以咱们把这些预声明的变量放到数组这张来讲 好吧 那这个名称的叫法很多 有人叫做什么预定义变量 有人叫做超全局数组 我更喜欢叫做超全局变量 知道吗 那咱们就按这个超全局数组这个词来说 好吧 那系统提供了哪些预定义变量 我们把笔记打开 来我们开一个笔记 明超有多种叫法对不对 超全局数组 超全局变量对不对 这话 超全局数组 其实也有什么叫做超全局变量对不对 因为数组就是什么 就是变量中的一种 是这样的吧 只是类型是数组类型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的是超全局数组 或者预定义的数组 或者预定义的变量对不对 就是在什么 在PRP的脚本中 什么的 系统已经声明完的变量 咱们可以干嘛呀 可以直接就去使用即可 你不用再声明了 对吧 那一共有哪些呢 这些名字记着 不是说随便去写的 因为预定义的 他肯定说把名字什么都规定好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话是变量的名字 已经干嘛了 已经规定好了了 对 规定好了了 对吧 就是你不用再想这个名字了 对吧 那就一个吗 不是 就是他有多个 一共有多少个呢 有9个 那大家看这9个做什么 有一个是道路向前 SERVSERW 道路向前 E 这块 ENV 还有道路向前 什么 还有道路向前 L O B A L S 还有几个 他少了一个 还有对 刀了不下号线 L I L S FIRS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9个是咱们经常用到的 所以呢 我对大家的要求是什么呢 必须全记住 是什么 当然了 有一些功能不是说咱们在数字一张讲就能学的 比如说 Session Cookie 这些会发控制的东西 对不对 还有Bios 文件上传的东西 这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讲到 不管什么是讲到 总之你学完P2P这门的课 这些是很重要的内容 必须全部掌握的 当然这里边有几个是需要了解的 就可以 对吧 因为这是P2P的 开发的一个特色 所以你不能忽略这些东西 忽略这些东西 一些东西是做不了的 知道吧 大家要记住啊 什么是超全局速度 现在只知道 预定一好 系统预定好 就这么多变量 对不对 对吧 那每个变量有什么作用 这是咱们要学习的 知道吧 但是呢 它是干嘛的 为什么有这些变量 咱们得先搞清楚 首先呢 咱们先搞清楚几个名 我管它叫做超 对吧 全局 对不对 速度或者变量 知道吗 那通过这个字上 通过这个名字上 我用空格 是不是就分开了三部分呢 咱们来一个一个研究 第一个 首先来说 速度的概念 对吧 这些变量 这些变量就是速度 而且是什么速度 默认的就是 关联速度 大部分是关联速度 当然他们也是变量 那么这些速度名称 你看好了 我都是什么 大写的 对不对 不是说我把它大写的 是系统规定 这些就是大写的 变量名是不区别大 我讲 所以呢 咱不能将其名称小解 对吧 那是速度 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和你自己声明的速度 是一样的操作方式 真的吗 和你声明的速度 有一样的操作方式 OK 比如说 这个大陆夏威斯 我能不能去编地呢 你看 这个速度我声明了吗 咱们原来便利 是不是便利一个 以声明的速度 速度里边的元素 是咱们自己添加的 对吧 那这个速度 事情就存在的 所以我直接可以 for h 还记着这个变量速度吧 你看 大陆夏威斯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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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K 对吧 K Y 和什么 Video 看一下 我读出它的键和值 对吧 输出这里边的 WK 和 什么 W V 然后 换卡 第二 我们来访问一下 你看 是不是和正常速度 便利方式一样的 对吧 我们来 look Test 第2 P 看一下 是不是跟正常速度 便利一样 为什么速度有这么多值 这是一会儿咱们要说的 对不对 现在再看一下 就看便利 我成为成功 是不是成功了 这个速度 是我声明的吗 你看系统 自带是不是有这么多东西 对吧 这就是超全局速度 那不仅便利 跟咱们一样 速度 咱们生命完 里边可不可以再加东西 咱们给人工的往里再加东西 对吧 后边咱们会学 速度强大的地方 是在于它操作的因果 所以后边咱会学 大量的速度操作函数 对吧 包括前面咱们也学过 这个函数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用 任何的系统操作函数 来去处理它 比如说 我想知道这个速度里边 一共有多少个元素 Count S1 V1 看一下 对吧 来我们输出一下 在最上面会显示一个数字 什么 34 里边是有34个元素 是不是用系统还是可以处理 所以在处理上是跟普通速度没有任何区别的 对吧 只不过是事先说明好的 妹子这个概念理解了吧 那咱们再理解第二部分 什么呢 这个全局 对不对 那怎么理解的全局呢 我先把这个第一例子给你保存一下 看一下 怎么理解全局的概念 如果是我们普通的声明的一个速度 对吧 比如道乐部AR等于AR AY 这里边有几个值 比如这 妹子 对吧 和风格 是不是一个普通速度 如果我想在函数里面使用 Faction Demo里边 我想用到 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你看 我想用到这个变量 输出道乐部AR里边的 第0个元素 输出妹子 对不对 再加个核子 然后再输出道乐部AR 增幅号 是不是输出妹子和风格 对吧 那现在我们能输出吗 看一下 告诉我什么 就输出个核子 对不对 这个没有定义这个变量 为什么 因为自己定义的速度 怎么的 虽然是全局速度 咱们在函数里边使用全局速度 是有一个说法的 对吧 什么说法呢 它得是 global进来 是才可以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必须得怎么办 才可以用到这个 自己定义的速度 global 这样的话才把速度 在函数里边 能把它当全局使用 对不对 这呢 前面讲过的支点 现在你再看一下 正中不如是妹子 和风格 对不对 那这几个速度 名称是不是系统规定好的 对吧 那和自己定义的是有区别的 这几个 这九个是可以直接当全局用的 因为名称是固定的 不是自己随定义的 对吧 就意味全局就意味着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接用到 都是直接当全局用 比如说我这边稍稍改一下 我把啊 改成这里边随便的一个 比如说当时下面盖子 看到了吗 我随便用上边的速度 当然是 虽然这是 系统上面好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可以自己往里放置了 那这个时候 你看我不用格罗布 不用格罗布 我这块能不能用 get 大罗布下方线 get 看到了吗 来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有结果 是不是还是这个 没有提示 我这块格罗布了吗 没有格罗布 是不是直接可以用 所以这些所谓的全局就是 在函数里边不用格罗布 就可以直接用到 在函数里边将这一只改变 下边调用的时候也会将这一只改变 对吧 比如说我调用完这个之后 我在这道路下方线 get里边 我再生命一个 youser name 等于 比如说admin之类的 对不对 然后我调用完之后 这里边 我再打印 printr 打印一下道路下方线 get 看一下这里边是 会是什么 是不是这一家就是了 最直接当全局用的 那第二点 全局的概念 就是了吧 那再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超 对吧 超人 对吧 超人和人什么区别啊 他会被 他会被 没的时候 裤打穿外边 是有这个区别 但是最主要的超人和人的区别 在于他的超能力 是不是这样的 那既然是超全局速度 那就是他的能力 会超过普通速度的能力 就这么 是这个概念 那能力怎么超过了普通速度的能力 哪一点体验出的超速度能力呢 就比如说 这里边列出的每一个变量 也就是每个速度 都有自己独特的超能力 是普通速度做不到的能力 对吧 那这个超是什么 每一个速度 对吧 这里边应该叫做预计 对 预定意的速度 每个预定意的速度 怎么的 都有自己独 或者是独特的能力 对吧 就比如说这里边独特能力都哪 都哪些呢 就后边咱一个一个要说的 他们自身自在的超能力在哪 对吧 比如说咱简单说一下 get和post 咱前面接触过吧 对不对 我记得讲流程控制 分支结构的时候 咱做个计算器 用到了这个 那它的能力就在于能接收 客户的表单的数据 和UR传过来的数据 对不对 普通速度是没有这个能力 那其他的 你看cookie 能接受客户叫cookie的数据 session能接受客户单 session的数据 对吧 这就是超能力 在这儿话 所以呢 这些速度 基本上都是当避讳的 OK 这就是这节课 我要向大家介绍的 什么 peerp里边 有一个东西 是别的语言 没有的 就是预定义变量 也叫超全局数据 那指的就是这九个变量 对吧 它们变量怎么用 在后面开发中会经常用 先了解这个概念的作用 OK 那下节开始呢 咱们就分别学习 每一个超全局数据的作用 是哪些 对吧 它的超能力在哪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就到这里 再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